特朗普拒绝蓬佩奥进入内阁 余茂春王丹退出政治舞台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咱们得谈一个硬事了 这件事太狠 当地时间11月9日 特朗普在其创作的平台真相社交上宣布 他不会邀请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 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尼基黑利 和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加入他的内阁 特朗普说 我不会邀请黑利代表 或前国务卿蓬佩奥加入目前正在组建的特朗普政府 我非常喜欢和感激曾经与他们共事 并感谢他们为我们国家所做出的服务 让美利坚再次伟大 有人问怎么看 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突出一个特点 对比他的第一届政府肯定是更加的专业和更加的务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把自己放在特朗普这里 对于特朗普来说 未来四年 他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让自己的家庭融入美国的政治圈 我们知道 美国有洛克菲勒家族 有罗斯福家族 有布什家族 现在如果有特朗普家族 未来四年 非常关键 否则 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后 他的家庭是否面临清算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2024年的大选 是特朗普重新建立并且塑造了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因为拜登失败的执政能力 被选民集体抛弃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边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特朗普改造了共和党 把共和党变成了川普党 目前在共和党内部 特朗普一手遮天 对于特朗普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因为特朗普带来的美国政治重新洗牌 才使得共和党完胜民主党 这是一种说法 这里边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拜登在7月初 自己内部民调显示 如果以82岁高龄 时常大脑当机的他 与特朗普竞选 共和党可能会获得超过400个以上的选举人票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得到如下结论 哈里斯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 临危受命 没让民主党输得更惨 可谓是立下汉马功劳 特朗普的胜利与大环境有关 与他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 目前根据皮尤 纽约时报等对选举结果的初步分析 美国几乎所有的地区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清一色的又转了三到六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这个转向是同步的 没有特定族群 没有特定地方 或者特定信息导致的 什么意思 最合理的解释 应该是这四年集体的经历不算太好 是拜登输了选举在先 特朗普获胜属于顺手牵羊 也就是说特朗普的作用不仅不大 可能还有反面的效果 无论怎样 对于特朗普来说 如何制造 并且保持自己的政治遗产 成为了重中之重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命 我们就看到了端倪 内务总管 或者他的大管家 苏珊威尔斯 这个人不是极端派 这个人是共和党的温和派 之前有人说斯蒂夫班农 可能出任他的内务总管 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 斯蒂夫班农属于不入流的投机分子 让这种人进入华盛顿的圈子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肯定会给特朗普的家庭制造更大的麻烦 而不是给他带来好处 如果特朗普想给自己家庭 营造一个与共和党政团和谐的气氛的话 他只有四年的时间 而这四年的时间 他必须要保证自己是专业的 自己是合理的 这个非常关键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当他任命了苏珊威尔斯 成为他的内务总管 大管家幕僚长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 他曾经的宿敌 被他反复羞辱的杰布布什 也就是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小布什总统的弟弟 在X平台上发推 大家赞扬特朗普的任命 什么意思 特朗普已经与布什家族和解 其实在选举的前三天 利兹切尼公开呼吁 小布什出来支持哈里斯 小布什无动于衷 什么都没做 就说明了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小布什和他的布什家族 在这个时候 已经与特朗普家族和解了 而且小布什在特朗普 取得胜利之后 在推特上还说到 他要支持特朗普总统 希望特朗普总统成功 祝贺他的胜利 而特朗普任命了 苏珊威尔斯之后 杰布布什在第一时间 发推称赞特朗普 说明这两个家族正在河流 还是那句话 从第一天开始 特朗普就开始为自己的政治遗产 做安排 如果在他离开岗位之后 他的家庭甚至这地万斯 能被共和党接纳 那皆大欢喜 如果没有完全接纳 但是没有被清算 也算是特朗普成功了 所以大野猫在这里要进行一个大胆的预测 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至少比第一届政府更加的专业和更加的务实 他将清除掉第一届政府内部所有的边缘人 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比如说 为什么他要拒绝尼基黑利和迈克蓬佩奥呢 尼基黑利 有人说他是建制派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建制派 他是一个不入流的投机分子 在美国一点政治根基都没有 他走的就是民粹路线 尼基黑利是怎么上来的 2010年中期选举伴随着查党风暴 在此之前 他只是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小小的州众议院的议员 一个州众议院的议员 可能连平时的正常工资都没有 然后就竞选州长 竟然当选了 从议员到州长 这跨度也太大了点 在南卡罗来纳 他这当政的那几年 业绩平平 然后去了联合国干了四年 2023年竟然去竞选总统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再加上他需要的时候 要么顶撞特朗普 要么诋毁特朗普 要么又跪舔特朗普 反复无常 显得政治上非常不成熟 不让这种人加入内阁就对了 至于说迈克 蓬佩奥还真不如尼基黑利 更是一个投机分子 在出任中情局局长之前 他只是一个借着查党风暴上来的 仅仅干满三年的众议院议员 从众议院议员到中情局局长 再到美国的国务卿 他有那个能力吗 如果特朗普想要保留自己的政治遗产的话 彭佩奥这种人是必须及时的切割 否则后患无穷 不过呢 当彭佩奥被特朗普切割了之后 有几个我们熟悉的人 要退出政治舞台了 这些人是 余茂春 王丹 魏京生 龚小夏 韩联朝等等 这个事儿呢 就非常的有意思 话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用了一大堆边缘人 就包括麦克彭佩奥 彭佩奥在华盛顿 也没有什么人脉 那时候正值 川普准备与中国打贸易战 川普的想法是什么 中国跟日本差不多 川普只要一极限施压 马上速战速决 结果没想到 他惹了一个硬骨头 中国直截了当 把美国拖入了赤酒战 这个时候川普就吃不消了 川普吃不消了之后 他开始抓狂 被蓬佩奥找到了机会 蓬佩奥呢 别的本事没有 拍马屁还是可以的 这个人呢 在那个时候 就把反中当成了自己的KPI 也搞出了一大堆边缘人 与他合作 其中就包括余茂春 王丹 还有魏京生 王丹和魏京生 我们不需要说太多 这两个人在我们眼里 就是政治上的小丑 别的本事没有 给人家撑场面可以 但是呢 真的能不能得到重用 那肯定不会 魏京生到了美国这么多年 一句英语不会说 现在都快八十了 出去参加活动 还需要翻译 你说这不扯淡吗 还有这个王丹 当年在哈佛大学 读一个历史的博士学位 竟然用中文读出来 英语考了三次都不计格 这种人如果进入到美国的核心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 余茂春比他们俩还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本事 他毕竟进入到了华盛顿的智库这一圈子 但是余茂春这个人 对中国的战略是基于网络见证 阴谋论 再加上路边小报 中南海听床师 他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用这种方式与中国对抗 真的不把纳税人的钱当钱 真是要起大笑话 王丹和魏京生 我们之前说了就更扯了 蓬佩奥2020年7月在尼克松图书馆 搞了一个所谓的铁幕演说 其实就是一个行为艺术 这个时候呢 蓬佩奥在演讲当中 先说了一大堆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后说 我们有两位来自远方的朋友 请你们站起来 然后王丹魏京生 喊了一声道 就站了起来 这就是给人撑场子 他没什么本事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随着蓬佩奥的退出 余茂春 王丹 龚小夏 魏京生 这些人就基本上退出了 美国的核心政治 他还会在底下的小智库里混 他还会去参加一些活动 但基本上没什么可利用价值了 咱这么说 美国可不可以与中国对抗 当然可以与中国对抗 另外美国会不会继续与中国对抗 咱这么说 中美两国之间结构性矛盾 没有解决的前提下 肯定会激烈的对抗 现在的对抗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对抗会更加激烈 但是无论怎么对抗 美国需要仔细的 细致的了解中国 而不是王丹 魏京生 余茂春这种人 为什么 这种人已经欺骗了美国三十年 美国希望通过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但是呢 他们得到的是什么 中国明天就要崩溃了 中国不行了 中国一大堆问题 真正了解中国了吗 根本就没有 他们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中国的发展水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还有人认为中国的GDP是完全造假的 仅有美国的六分之一 用这种情况 用这种人来了解中国 然后与中国对抗 美国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根据美国反中保守派 学者大卫哥德曼的说法 美国就是因为听从了这些人 才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 现在能不能追赶上来 都另外一回事 如果继续的去听从这些人说的话 那么美国灭亡可就指日可待了 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特朗普拒绝蓬佩奥进入内阁 也就扼杀了余茂春 王丹 魏京生这种人 再次搅乱美国政治舞台的想法 美国会不会与中国对抗 一定会 但是这一次很明显 他要走务实路线了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 评论转发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